参加完新加坡大满贯赛的国拼目前已经回到国内 他们接下来将全力以赴备战下个月进行的WTT新乡冠军赛 新乡冠军赛直射男女单打比赛 而且男女单打个只有32人参赛 因此参加新乡冠军赛的国拼智荣 相比于此前的新加坡大满贯赛将会有大幅缩小 近日国际拼联正式对外公布了本届新乡冠军赛参赛64名球员大名单 国拼共有10人参赛 此前国拼官方宣布了男女单打8位主力参赛 樊振东 马龙 王楚星 梁静坤 孙颖沙 陈梦 王曼玉和王毅迪榜上有名 备受外界关注的男女单打两张外卡花落谁家 现在有了答案 男单小将林诗栋和女拼世界冠军陈兴同最终幸运入选 而刚刚获得新加坡大满贯赛 女单亚军前天一和男拼世界冠军林高远遗憾落选 新乡冠军赛也是本年度国际拼联一项重要赛事 男女单打冠军积分达到了1000分 因此几乎所有乒乓球高手都报名参加本战比赛 按照国际拼联最新世界排名 国拼男单排名前四名的反振东 马龙 王楚星 梁静坤以及女单排名前四名的孙颖沙 陈梦 王曼玉和王毅迪共八人自动入围 按照目前情况来看 这八人在国拼内部的位置还是比较稳固的 八人的成绩也比较稳定 使巴黎奥运会周期绝对主力 也是参加巴黎奥运会热门人选 八人获得大赛参赛机会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外界关注的还是最终两张外卡 究竟会给国拼拿两位球员 毕竟国拼队伍内部竞争相当激烈 给谁似乎都能说得过去 但又会充满争议 女单外卡给了国拼世界冠军陈兴桐 有着小魔王之称的陈兴 同是国拼女单第五号人物 不过最近一段时间 她的表现还是有起伏 新加坡大满贯赛和去年年底的亚洲杯上 陈兴桐都是在外战中输球被淘汰 表现稍微有些令人失望 相比之下 钱天一获得新乡冠军赛外卡的呼声更高 以来她刚刚拿到新加坡大满贯赛与单亚军 世界排名已经超越陈兴桐了 更主要的是钱天一比陈兴桐年轻 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 钱天一似乎更有资格获得新乡冠军赛与单外卡 钱天一落选也引发了外界争议 不过国拼教练组决定把外卡黑陈兴桐也能理解 钱天一毕竟只是在新加坡大满贯赛上表现出色 她需要通过更多的比赛来证明自己 只要能持续高光表现 钱天一不愁没有机会展示自己 南丹外卡给了18岁不到的小将林诗栋 国拼世界冠军林高远不出意料的落选 新乡冠军赛参赛名额 林诗栋获得新乡大满贯赛南丹参赛名额 可谓是实至名归 最近一段时间林诗栋上升势头明显 她在各项比赛中先后击败了多位国外高手 世界冠军奥夏洛夫和卡尔松都被林诗栋击败过 在国拼南丹极需要新鲜血液的背景下 林诗栋获得更多参赛机会是正常的 期待她在新乡冠军赛上能有更好的表现 客观说国拼南丹争议球员林高远 近期的表现也不错 在新加坡大满贯赛该打进南丹八强 而且最近几个月也没有输掉外战 不过很遗憾林高远最终落选新乡冠军赛名单 林高远也是国拼十大主力球员中 唯一没有获得新乡冠军赛参赛资格 看来林高远要想重新竞争主力阵容 她还需要更加令人信服的表现